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了提供農民健康食品安全和加工地消 和提供農產加工品品質 和全國國的農業改良領有和農業刺激素 生理農產價值打漾中心 未來將提供農產品加工的乾燥、粉水、碾製、被炒丁丁製典胖油酥牛 幫助農民實現理想當中的加工品模式 啟用醫生在全國國農業改良領有和農業刺激素同時典開 透過網路向全國鄉親來提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了要調整農產品打漱時的消息 推動修行農產品加工中政策 有的農民將打漱農產品進行初期加工 所以在國學区農業刺激素所設立的農產價值打漾中心 來協助農民朋友解割總數農產加工常常在讀到 加工產品品質不同的問題 台中区農業改良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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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農產價值打漾中心 將協助中部地区農民運用在地農產原物料 進行農產品加工的契作加拍攸 農產初期加工 所謂的初期加工就是包括農產的乾燥 碾製 培草 然後粉碎大概這四個樣 就是說我們做簡單的這些加工 農民可以來做這些 我們打漾中心的目的是什麼 提供農民一些教育訓練的需求 這打漾中心將來成立之後農民可以申請來使用 裡面有很多的設備跟儀器農民都可以來使用 為什麼要做打漾 因為我們在量產之前 這個加工產品要量產之前 一定要先做打漾 我們會教導農民如何來生產這些 就是符合衛生標準的這些樣品 那打漾出來以後它有一個標準 將來它拿回去之後就照這個標準來做初期加工 李衛林的想表示 今在中蘇農業年輕人跟新組民想要創業 生理價格平白 但是在建法製作的規定當中就開了賣 最不必要的錢 只要透過農家一定的試驗 跟似用加工設備 就能試到自己適合的商品 在各地叫賣 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計算 這個對我們的農民來講 尤其要創業打自己的品牌的農民來講 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很多農民 可能錢端花了很多煙望錢 不知道哪一個儀器哪一個機器 對他們來講是有用的 還是適合的 那可以到我們的打漾廠來先去試 試到你可以的時候 你才進這樣子的機器 所以才不會浪費 尤其是我們大村有很多新住民是從事農業的 也常在家裡試了很多失敗的經驗 或許可以到我們打漾中心來先去做一個試驗 那也歡迎以後 我們不管是我們在地的農民也好 還是我們務農的新住民也好 可以來使用這樣子的打漾中心 在啟用的現場 也正是似著成功的往來館 正在館上面的泡油産品 就由專業加工技術組織 加作業技術基督 根據道理農産品加工的方限 溫定農産品行散到消費的困境 並且來提升精鐵農業三地 新中華新聞被冤臨台川彩虹報道